這一集我們來介紹有關小麗芸夾具 通常在市售的一些夾具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夾的不穩 第二夾上去之後會影響到琴板的共鳴 加了這一次我們特別做出來的夾具 它底下的墊片完全不會影響到琴板的共鳴 它可以讓琴板能充分的發出它該有的共鳴 夾具跟小麗芹是一模一樣 而且夾具跟小麗芹的幅度是一模一樣 所以當這個夾具放在小麗芹上面 它可以充分的跟小麗芹融為一體 它的拆卸也是非常的快速 一樣這個麥克風我們直接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放到我們的家具上面 在側板這邊旋頸 再調整一下麥克風的位置 而且非常的牢靠 非常的牢靠 那我們可以根據調整它的位置 去收取你要的聲音 因為每把小麗芹可能低音比較弱 高音比較強 我們都可以透過它的位置 去調整 去收到你這把小麗芹最好的聲音 好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小麗芹的家具 好 好 好